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227集 三幅画面 他的右脚下还踩着一片树叶 半边露在外面 随风吹动 在泥水中挣扎 他的眉心呢 赫然有一个诡异的图案 在他的身后 跟着七个中年修士 目光冰了 在那老者右手一挥中 这七人立刻向前一动 便环绕在了老者四周 各自双手掐绝 刹那间便有幽光从七人手中闪烁而出 化作一道如闪电般的长线 与老者身体连接 这一幕画面 与那老者眉心的图案一模一样 仿若那老者成为了中心点 有七道光线从其身体上散出一半 老者双目一并 片刻后猛地睁开 在其睁开的刹那 立刻其眉心的足印光芒 向外疯狂地宣泄开了 呈扇形横扫 与此同时啊 他身体外的其七人印记打出的幽光之线 同样爆出极强的光芒 这光芒凝聚之下 全部冲入老者体内 使得他眉心足印之芒更为挥霍 在其眉心足印的横扫下 这老者前方的一切凡间巫舍 刹那就在其眼中改变 那些巫舍纷纷仿若岁月逆转一般 从这破旧的样子下 顿时变得崭新 更是在崭新中轰然一变 化作了一片废墟 不仅是房屋在逆转岁月 就连那房屋内的一个个凡人 也在这老者的目光下纷纷年轻起来 片刻后更是一个个就此消散 仿若从来就没有出现在这世界中一般 甚至一些曾经住在这里 早已死去之旅 也在这老者的目光中复活 展现出其生前的一幕幕 亡灵一直盘膝坐在房屋中 体内元神与那不灭雷霆的吞噬 已然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 那不灭雷霆内蕴含的意志 正在疯狂的征承 如同此刻外界天空的闪电雷霆 轰轰咆哮 但任凭他如何挣脱 也丝毫无法冲出王林的身体 他元神融合了八条太古雷龙后 同样成为了雷霆 在那不断的碰撞与吞噬中 就仿佛是天地初开始 两道不灭雷霆争夺天地之雷的恒久操控 只有把对方吞噬 方可成为真正可操控天地雷霆的王皇 但就在这时 一只闭目的王林却是突然双目开合 其内又金光一闪而过 他神色平静 右手在身前一挥 顿时这房屋内包括他自身的一切都变得扭曲起来 仿若一面镜子般 在那不断的扭曲下出现了一道道碎裂 最终咔的一声 这镜面崩溃 化作无数碎片 使得一切都支离破碎起来 做完这一切 王林双目再次闭上 丝毫不去理会外界 再次入定 沉浸在心神内 与那不灭雷霆展开最后的吞噬 大雨中 街道上那道袍老者目光闪烁 一点点的看去 在落在王林藏身的巫舍时 没有半点停留 在他看来啊 那巫舍消散中 其内一个书生也随之消散 更出现了曾经在这房屋内住过的所有人身影 许久之后 这整个西城在老者眼中全部扫过 没有丝毫发现后 这老者神色平缓 双手掐绝 立刻起起点在眉心 口中传出一声嘀好 立刻 去眉心足印光芒再增 宣泄之下 在老者看去时啊 这整个城西已然消散 仿若岁月在不断的卷动 很快 展现在老者眼中的赫然成为一片古战场 无数凡人军队在这里厮杀 大地暗红一片 那老者双目骤然一臂 眉心足印光芒缓缓消散 最终恢复如成 他身体外那七个修士 也同样收回印记 面色略有苍白 此地没有修士印仓 换一处继续搜寻 那老者大修一甩 身子一跃而起 化作长虹破开乌云 向着远处飞去 在他身后 那七个修士连忙跟随 同样的一幕 不仅在此修真心上 一处处地方发生 同样在整个太古星辰 所有修真心上 全部都在进行 太古星辰令下 所有足落 全部听从号令 展开了极为细密的搜查 修真心 无人的盲荒星 还有那无尽星空 太古星辰之民 组成了一张大网 王林神色平坏 对于那几人的离去 神色并没有任何变化 就连双目 也都没有再次睁开 他心神中 那不灭雷霆的咆哮 越来越弱 挣扎也越来越微 天空云层弥漫 雨水降临了至今 还是没有半点减少的样子 在这雨夜中啊 就连羹夫都没有出现 除了雷霆与花花的雨声 再没有了其他的声音 王林元神内 两道雷霆 在这不断的碰撞下 最终轰然间 彻底的融合在了一起 那不灭雷霆不甘心的咆哮 也没有任何作用 被王林元神所化雷霆 全部吞噬 荣为一体 在这不灭雷霆 被彻底吞噬的刹那 其内部那存在的意志 也别王林元神炼化 与自身神识荣誉 骤然间 他元神所化雷霆 通体一阵 他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元神内的雷霆本源 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 疯狂地暴增下来 这种增加 难以形容 几乎瞬息间 紧紧着雷霆本源之力 就使得王林修为 单纯从雷修上讲 一举轰开了 碎孽中期的巅峰 向着碎孽后期迈进 随着那本源之力的轰鸣 却是刹那间 王林若是施展雷霆之力 其修为轰然地 就达到了碎孽后期 本源之力 一切规则意境的根本 明误了本源 就等于把这雷之意境 与规则彻底看透 如此没有意境限制 修为之增 骇然听闻 更是在吞噬了 不灭雷霆中的意志后 王林心神轰轰 一幕幕画面 骤然地就从那意志内闪烁而出 那是这不灭雷霆的记忆 是那意志的记忆 那记忆许是因为 岁月太久的缘故 已然残破不全 只出现了三幅画面 第一幅画面 是一幕崩溃 一幕星空 星域 绝天地的大崩溃 无数星空 无数星域 无边无际之下 甚至超过了界内界外 无数倍 这场崩溃如同浩劫 在那崩溃中 无数的生灵灭亡 王林看到了身穿奇异服装的修士 看到了一只只奇形怪状的凶兽 他甚至还看到了 堪比修真兴大小 全身散发黑蒙的文兽 他还看到了 拥有众多头颅的疾穷 但就在他要继续看去之时 却是从这崩溃中 有一道闪电 疯狂地冲出 好似要逃离一般 其光芒笼罩无尽 一闪而过 这就是第一幅画面 很短暂 但带给王林的震撼 却是如轩然大浪 那惊天动地的闪电 就是不灭雷霆 只不过比王林吞噬之时 要强大了无数倍 第二幅画面 一道雷霆在一个人的手中游走 此人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神色冷漠 眉心之中有一个花朵的图案 死花有七个花瓣 代表七彩 可惜了 这太古神虚之雷 怕是万古岁月 都无法恢复当年万亿 罢了 送你出去 且看你这机缘造化 那中年男子摇头 右手一挥 这雷霆轰轰轰之下 向着下方无尽而去 消失了 第三幅画面 闪雷族圣地 庙宇之上 有一道雷霆 连接天地 仿若恒久以来就存在 发出轰鸣 天崩地裂 也永恒不灭 在那雷霆外 有八个修士漂浮 这八人中 其中一人是一个老者 此人没心 赫然就有一道闪电印记 另外七人 则是衣着古怪 仿若以不知名的物质组成 看起来流光四溢 如同穿着河流在身 尤其是其中一人 站在最前方 显然是这些人之首领 那闪雷族的老者 看向此人的目光 也是极为恭敬 隐隐透出位置 此人的身体外 有一道金线环绕 那金线呢 让王林极为熟悉 没想到 他会在这里 可惜 可惜了 那首领之人摇头 转过身 在其转身的刹那 王林脑中轰鸣 双眼猛的瞳孔一缩 争了一笑 他是 画面消散 但在王林的心神内 画面消失前 那说话之人 转身的相貌 却是清晰的流了下来 极为深刻 如同烙印 此人的相貌 王林陌生 他相信从未见过 但此人的左目内 却是有一团五彩之光闪烁 这五彩之光 以王林的熟悉 却是一眼就看出 这是极境 五彩极境 这五彩极境 王林一生只看到过一次 那还是在很久很久之前 在朱雀星上 那几乎消失在 王林记忆深处的 五行星 哪多之物 甚至在看到这画面中 男子 左目 五彩极境的瞬间 王林骤然 就有了一种 说不清的感觉 此物 与那多的五彩极境 很有可能 是同一存在 与那多的结识 为王林获知 自身极境 打开了一扇大门 更是让他第一次知晓 原来这极境 并非只有一种 这那多是当年追杀 司徒男的几人之一 在朱雀星上 化作尸骸疗伤 被王林 拿走了其处代 在赵国复仇之后 被此人追上 此刻尽管画面消散 当王林 却是双目闪烁 他隐隐好似 发现了一个 巨大的秘文 此人身体外 关绕的金线 正是昆基边 结合 我与那闪雷族 大长老一战中 其话语 还有纳多的五彩极境 这群神秘的修士 莫非并没有走 而是去往了界内 不知在界内 发生了什么变故 他的五彩极境 最终落到了纳多手中 甚至 就连其法宝石 昆基边 也丢在了朱雀星 这一切 纳多定人知晓很多 五行星 纳多 王林沉默中啊 双目一闪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许久之后 把这一切疑惑压下 毕竟目前不是 咨询之时 此刻的王林体内 元神雷霆 比之往昔 强大数倍 贯穿全身 蓬勃的雷指本源 仿若一个巨大的漩涡 在其体内轰轰转动 每一次转动 都会使得王林 全身血肉之内 每一寸肌肉 每一寸骨头 都游走闪电之力 此刻的他 已然不再是修士 而是一道雷霆 一道不甘心命运 逆天之雷 他的修为啊 也在这一刻 发现了奇异的改变 这种改变 无论是戒内 还是戒外 几乎从未出现过 若是单纯施展雷霆之力 王林修为 已然突破了碎孽中期 达到了碎孽后期 但如果并不运转雷霆 凭着火焰 凭着其本身意境 凭着天地原力 王林 依然还是碎孽中期 这与他体内 五道本源 又直接的关联 房屋外 雨水滑滑 闪电时而划过 依然还是夜晚 王林沉默中 站起身子 拿着房屋内 之前留下的残破缩衣 穿在身上 推开房门 在其房门推开的刹那 闪电骤然来临 把这漆黑的街道 立刻照亮 雨水朦胧 使得看不清远处 四周家家户户 更是没有半点灯 显然已经沉睡了 只是偶尔能传来一些孩童被雷霆惊醒的哭泣 但很快就被其爹娘重新哄睡过去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尔登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